作为沿海地区登陆作战的大杀器 两栖装甲车可以说是海岸线较长国家的必备武器 对于北陵黑海、西陵爱仙海的土耳其而言 自然有两栖登陆作战的需求 所以土耳其便推出了一款新型两栖装甲车 2017年 FNSS与土耳其国防工业总署签署了一项协议 为土耳其海军开发新型两栖装甲车 也就是海上突击车 FNSS根据协议 负责向土耳其海军司令部交付27改车辆 两栖车辆的基础平台可用于开发多款改进型 包括装甲运兵车、指挥车、扫雷车和救援车 包括23辆装甲运兵车、两辆指挥车和两辆救援车 海上突击车是FNSS为满足两栖作战需求 而设计的最新技术两栖车辆 在两栖作战的海滩登陆阶段 这些车辆从登陆直升机码头出发 可以快速覆盖船只和海岸之间的距离 使海军陆战队能够在装甲保护下着陆 一旦在陆地上 他们就可以与其他装甲车辆并肩作战 从外形上看 土耳其的扎哈与美军所使用的AAV7系列两栖装甲车十分相似 所以扎哈也被称为土耳其版的AAV7两栖装甲车 不过外观相似 并不意味着性能也相似 扎哈海上突击车由三名机组人员驾驶 包括一名指挥官 一名驾驶员和一名炮手 该车的驾驶员和车长一前一后 位于车前左侧 各有一个单扇后开舱盖 驾驶员舱盖有四个观察镜 车长舱盖有三个观察镜 可以进行360度观察 还可以依靠车体四周配备的多个摄像头 增强车组人员的态势感知能力 车体中部左右两侧安装有双排空调外机 后部是供成员出舱射击的四个舱盖 两侧还安装有烟幕弹发射器 车辆内部可装载三名车组人员和21名步兵 步兵采用对座形式 使用车体后部的电动跳板式尾门进出 尾门上还安装有左侧开应急门 对于两侧装甲车而言 不仅要满足陆地行驶作战的需求 还要满足水上行驶作战的需求 所以它的总体设计要求相当严格 结构比较复杂 首先要保证的就是两侧装甲车辆 具有水密性 通过该密闭车体的排水体积 提供影响的浮力 同时为了保证水上使用的安全性 并使得战斗车辆具有在水上发扬火力的能力 在射击之初就要保证一定的浮力储备 有些仅仅依靠水密车体 还不足以产生所需浮力的装甲车辆 还带有一些辅助机构 比如平时便于携带 战时迅速展开的固定制式浮箱 或者浮度为账 不过土耳其的扎哈并不需要 其外形是由铝合金装甲制成的流体动力船体 铝制船体的刚性远大于刚 它可以减少加固结构的数量 在减少车体重量的同时 扩大了内部可用的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 其完全密闭的流体动力船体 具有自动扶正能力 并提高了在水中和陆地上的机动性 当然使用铝合金装甲 并不意味着扎哈的防护性能弱 两栖装甲车辆受限于水上机动性能的限制 主装甲普遍偏弱 扎哈本身配备的装甲 只能可以防护小型武器火力和炮弹碎片 这点无可厚非 不过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既然主装甲不够 那就再加一层 比如AAV7 A1 两栖装甲突击车 安装了一种双层的增强型装甲 增加车体两侧顶部和舱门的防护力 整体上可以抵抗12.7mm和14.5mm机枪 以及155mm榴弹片的攻击 扎哈也可以安装附加的模块化装甲套件 为其提供更强的防护 而且美军的AAV7系列两栖装甲 在面对地雷时很容易受到影响 但扎哈两栖装甲车不会 在设计时 设计人员便配备了一个NBC保护系统 以及一个自动灭火系统 在遭遇地雷时有一定的防护能力 扎哈还具有同轴安装的 烟幕弹发射器和专用系统 可以提供对核生化武器的防护 不过两栖装甲车辆的车载武器都不相同 所以形成了用途不同的各种战斗车辆 比如两栖装甲突击车 两栖装甲运输车 两栖导弹发射车等等 加上两栖作战中 防御方的坦克固定火力发射点 永备攻势等 都是进攻方两栖装甲车辆的主要目标 因此现代的两栖装甲车多半都配备了反坦克武器 比如BPM3步兵战车安装了100毫米两用跑 使用的AT10反坦克导弹 在有效射程内能击穿650毫米厚的钢装甲板 但是像AAV7系列与扎哈这两种两栖装甲车 为了保证装甲的密闭性 一般不会使用口径太大的炮管 扎哈的主要武器是车体右侧的 iPhoneSS公司遥控炮塔 采用了很独特的全包袱设计 可360度旋转的炮塔 全动平台上安装有50倍口径的 MRHB重管机枪和40毫米自动榴弹发射器 武器下方安装有观瞄系统 其传感器可能包括非制冷热像仪 咒用CCD摄像机和激光测距仪等 能够让坐在下方的炮掌 通过传感器感知车外态势 实现电控操作武器进行高精度打击 能大幅降低人员的伤亡 增强全天候作战能力 在动力装置上 扎哈使用的是柴油发动机 功率约为500马力 发动机舱位于前部 发动机与自动变速器相匹配 水上推动由位于后部的两个喷水器提供 水上最高速度为13公里每小时 如果有需要 扎哈还可以通过旋转履带在水上移动 但速度则会显著降低 其在陆地上的最高速度为70公里每小时 上面提到土耳其是打算生产27辆扎哈 而这些海上突击车将会搭配在土耳其 安纳托里亚号两栖攻击舰上进行使用 一艘安纳托里亚号两栖攻击舰 可一次性搭载27辆扎哈两栖装甲车 也就能大幅度提升土耳其军队自身的两栖作战能力 其可以确保海军陆战队尽可能短时间内到达岸边 以快速移动 最大限度的减少他们暴露在海上受到的威胁 一旦上岸 扎哈就可以能够作为装甲战车与其他装甲车协同作战 同时还可以通过出色的弹道 以及地雷保护来保护步兵的登陆作战 如果拿扎哈与美军的AAV7系列相比 其实扎哈的性能要更强一些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直是把AAV7系列两栖旅带式装甲车 当作其两栖装甲装备里的主力装备 但是AAV7系列装甲战车的装备时间已经很久 且其整体作战性能自然相对会落后 而且美军目前也已经引进 由英国BAE系统公司和意大利伊威科公司 在Super AV轮式装甲车基础上 发展的一款新型两栖轮式装甲车辆 其战斗权重30.6吨 有效载荷为3.3吨 配备有一台700马力的柴油发动机 且装备了寒道螺旋桨水上推进装置 路面最高行驶速度为105公里每小时 水面最高行驶速度为每小时11公里以上 可在200米的距离上抵御14.5毫米刚新穿甲弹的攻击 底盘采用了V型车底的设计 同样具备一定的防雷能力 土耳其的扎哈海上突击车 与美军的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对此各位朋友是怎么认为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期见